线线条纹衬衫 手拎素色小包包 吴欣宇出任副手后 首度献身立院办公 相较以往超级名牌 显得朴素许多 似乎不愿在因为财力雄厚 被作文章 不应该用钱来衡量 一个人是否爱不爱国 人没有办法选择父母 主帅柯文哲也帮忙回籍 家事背景是两码子事 只是先前仇视财团 话说的难听的就是柯文哲自己 现在政权关系我都看一下 就是说用倒叉在吃人肉 标榜拒绝和财团挂钩 如今却和施加千金搭档参选 辞生媒体人黄伟翰评论 这让年轻人感动度下降 而过去小额募款 现在有财团任副手 还需要募款吗 跟他当初有点落差 以我们如果年轻人要 有点像是要 套出自己荷包里面的钱 去支持他的话 其实会有点难说服人 自己说的话自己要负责任 我觉得是这个看法 大家看到有钱有关的东西 都会有一些 就是心里会有一些变动 还是什么的 根据媒体最新民调 有六成三民众 认为肖美琴对赖清德有助力 认为赵绍康对喉有助力的 也有将近五成 吴欣盈和柯搭档 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点八民众 认为有帮助 将近五成投反对票 到现在为止嘛 台湾民众当时 没有收购郭董的钱 也没有收购这个 我们吴欣盈他们家的钱 到没有我们还是振振当当的营运 早上吴欣盈搭档 被认为着眼于粮草 柯文哲强调至今没拿过 对方一分一毫 只是对比过去言论和号召 难免显得讽刺 三十文戴伟成绪 全台北采访报告